睡觉是对的 罗宾醒来的时候 事情并没有改变 但是他却得到了安慰 他看向对面那个不耐烦地 搓着脸颊的老白 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笑个屁呀 对方一脸的晦气 黑得不行 晦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较前 他还是坐在对面的审核人员 对罗宾指手画脚 还用街巴语玩弄对手 现在还不是一样被关了进来 从外面支言片语地听说 他是偷偷地跃拳接管了这里 被发现 然后给反制了 太喜欢玩的人 总是容易玩到自己 罗宾笑了两声 就再也笑不出来 因为和老白不过变成了育友而已 前路茫茫 还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 反正闲也闲着 他开始和对方闲聊 老白很不情愿 而且遮遮掩掩掩 不过 看他的样子 比罗宾大不了几岁 两人加上同病相连 也慢慢地缓和起来 你是公安呢 那抓你的是什么人 好奇心一起来 罗宾不管不顾的什么都敢问 国安第十五局 综合情报局 他们接管了本来该我处理的案子 给你说了 你也不会理解其中的复杂 总之啊 就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他用手指 在桌子上来回地滑来滑去 那个张任的哥哥张谦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罗宾 有这么个人 他没什么事 不过是任务需要 老白话头突然一转 你不是推理很在行吗 那就来分析分析 这次事件 罗宾心说 总算有求于我了 结果 老白的下一句话 让他才有的一点舒坦感 荡然无存 我们这些学院派啊 偶尔难免会遇到思维死角 像你们这种人 虽然大多时候无用 有时候啊 还是会有一些启发性的想法的 现在的情况啊 是三百枚地雷串联在一起 三分之一的引线良好 深处的触发机关呢 还没失灵 幸好啊 这里的人没有深挖下去 老白停了一下 看了看紧闭的铁门 这重点啊 所有的雷 拱卫着一个张木箱子 用防水布层层的包裹 根据这机器的探测 里面还有石灰 保证水分减弱 腐蚀木质 里面的东西呢 暂时不能开启 我大概能猜到一点 罗宾 罗宾根本懒得理他 这种没诚意的掐头去尾 意义不明 让人猜谜的话 这水晶球至少要给一个才对啊 这几句话 连呱呱卡都算不上 老白看育友的姿态 大概也明白了 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道 反正啊 你也知道事情了 人也跑不掉 我这也不算是违规 那就从头说起吧 听说过张宗昌这个人吗 这个人 罗宾知道 这是抗日战争前期 挺有名的一个恶劣军阀 生性爱作诗 先来棘手此人的作品 大明湖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的 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喜轰他娘 微家海内喜回家乡 数英雄喜张宗昌 安德巨惊喜 吞扶桑 由于他写的诗作 太过于随性肆意 很早 一个高中的学长 就介绍给罗宾 说 人生得意虚尽欢 连这样的人都能写诗 我还有什么 不能坚持写下去的呢 然后他就跑去当兵了 虽然是个去人 但能在乱世中成为军阀 必定不是一个真正的蠢人 他略计斑斑 手段残酷 不是什么好人 后来 好像是被人暗杀而死 老白点头 继续说着 他被称为三不知将军 兵不知有多少 钱粮不知有多少 姨太太不知有多少 这日军侵华时期 黄孤屯张作霖被炸死以后 作为属下的他 要求出官 却不被同意 后来被各路军阀打压 他逃去了日本 九一八事件后才返回国内 后来啊 被当时的山东主席韩富菊 只是郑继承给枪杀了 但是 罗宾知道 郑主来了 张宗昌手里啊 有一份投日的名单 里面不达当时各路的大员 据我调查 这才是他被杀的原因 而不是所谓大家担心的富起 一个无枪无兵的将军 能做什么呢 老白说得流畅 手指上张开合拢的手势 也多了起来 罗宾脑子一闪 被拘留的老白 名单 封闭几个字 迅速的连接起来 形成了一个逻辑的序列 你的意思是 可能现在还有 建在的人的父辈 也在名单里头 老白无奈地点头道 可能是 有的人想知道 有的人不想知道 所以 国安才会插手 而作为公安人员的老白 也免不了被软禁的待遇 但更可怕的是 现在 罗宾也知道了其中的秘密 马上 我就会上某个人的黑名单了吧 以后估计连商场打折都会封杀我 罗宾的心里悲伤地想着 明白了吧 老白露出了扳回一城的笑容 还恶趣味地继续断词 罗宾揉了揉脑袋 找了某一个空隙 这个空隙夹在老白和罗宾的故事之间 两不相帮 却又似乎是两者的连接点 地雷 对 就是那个 我始终没有想到地雷的作用 如果 是张宗昌的手笔 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假如不是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白说完 拄着下巴看着桌面 罗宾也想不透 这既然想不透 那么 就做点能做的事 老白站起来说 整个人的气势 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什么 逃跑啊 待在这里 也做不了什么 他朝着门口方向甩了甩头 表情 无比的认真 和一个警察一起越狱 挺有意思的样子 在罗宾心里 无比复杂的套路 到了专业人士身上 就显得清澈熟路 要是还履职了 就能开门 老白击倒外面的人 只用了一拳 也不知道 是不是对他过于放心 还是放水 他用对方的皮带 捆住那人 丢进房间里 折断椅子腿 露出了金属锋利的断口 然后用鞋带捆住 通过门缝往外一拉 恰好堵在了门后的三角带上 这让外人 无法迅速地入内 不能判断里头的情况 不用堵住那个人的嘴吗 罗宾对他的手法有点怀疑 电影里 都是拖到厕所里 然后用袜子 或者手帕腮口这种把戏 现在不是在玩 我们最多只有五分钟 老白冷冷地说道 走过一个路口 老白从一间房里 摸出了两套塑料防护服 和两个大白口罩 让罗宾套上 然后他带路说 一直往前走 和罗宾分开时 告诫说不要回头 罗宾和路人 僵硬地打着招呼 手心全是汗 过了一分钟 老白和罗宾再次会合 并排走在了一起 他让罗宾手机开启WiFi 罗宾照做 你对直往前走 不要变速度 我会引他们的注意力 再怎么说 也算是我让你卷入这件事的 他露出了抱歉的神色 然后飞快地跑了起来 罗宾点点头 努力控制自己的不服 周围的路过者的频率 与人数明显地增多了 还有不时看过来的 当手机开始不停震动响铃的时候 终于有一个短发男人 停步指出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迅速地 罗宾被一群人给抓住了 被抓后 他才想明白了 老白那个混蛋 只是让自己当一个移动靶子 给他自己创造机会而已 我太天真了 这可是一个初次见面 就骗人的警察 不 说不定 根本就不是警察 罗宾被软禁在了 另一间单独的房间里 这个时候 手机又开始闹铃 罗宾觉得很奇怪 里面明明是屏蔽了信号的 怎么还会有电话打来呢 而且 还是奇怪的十几位号码 是我 我去调了下设备 短时间让信号可以畅通 是老白的声音 有些嘶哑 还在咳嗽 让我出去 恐怕不行啊 因为现在我也被抓了 就在你隔壁 老白在隔壁敲着隔板 算作打招呼了 罗宾恨得牙痒痒 这么说来 为了让自己被抓 那几声震动 就是他拨打的 为了让自己被抓住 对方真是煞费苦心啊 这个王八蛋 魏彪倩疑 我告诉你 抓你的人 那个短发的大眼 就是你要找的张迁 我看到了 去找目标 结果被目标给抓了 罗宾的心里非常的别扭 但是他的原则 就是不会放弃每一个机会 竭力地完成委托人的托付 于是罗宾敲着门大声地说道 张迁嘛 你弟弟让你回家看他 他很担心你 被骂了一串神经病 在乱叫揍你后 他听到一个男生说 知道了 这时 罗宾看到手机仍然亮着 原来忘记了挂断 对面的老白也听到了 够糗的 你这个人 真的很怪 奇怪的 他没有嘲讽 漫腔调理 也有着说不清的东西 是啊 罗宾坦然承认 挂断了电话